母親節不知道您要怎麼度過 建議您可以外出走走 因為正好碰上了封面遠離的空檔 天氣還不錯 不過氣象局也提醒 在北部的局部地區 仍然是可能有短暫震雨 由於上一波的封面 於是集中在北部 南部乾旱情況 還是沒有得到舒緩 只能希望下一波的封面 可以幫幫忙 臺北終於放晴了 這真是老天爺給媽媽們 最好的母親節禮物 很多子女趁著好天氣 推著老媽媽的輪椅 或是挽著媽媽的手 一起上花式挑康乃馨去 理論上會買那個康乃馨 康乃馨 康乃馨 媽媽開不開心 開心 很高興 為什麼 兒子很孝順 放假就帶我出來逛 會啊 我也去觀音山吃飯 對啊 觀音山的土雞不錯 看看這位太太 連週日慶祝活動都規劃好了 不過氣象局提醒 雨季最好人隨身攜帶 因為這兩天 還是會下點小雨 呈現比較消散的情況 但是天氣仍然不穩定 尤其在中部以北 東北部東部地區呢 仍然會出現短暗陣雨 眼看封面逐漸遠離 南部卻下不出來 因為這星期大雨 全下在北部地區 南部包括曾文 牡丹和成功水庫 蓄水量都不到三層 下週一預估還會有另外一道的封面 要南下 而且持續影響到下週三 在北半個台灣地區包含了 東部以北 東北部 東部地區 應該會再度出現比較明顯的雨勢 氣象局預估下坡封面 位置依舊偏北 南部能不能多點雨 只能期待老天爺 再一次大發慈悲 明星維持人品張經緯 台北報導